心动的信号期三队已成 五人极限拉扯完暗恋 美女加入 搅局修博场 练宗心动的信号期因为男女嘉宾的颜值高学历出众的 备受网友关注 甚至在第一天就各种科CP 但是经过第一轮的约会后 除了CP大断盾 有的人已经成双成对 有的却还在极限拉扯 甚至玩起了暗恋 有的则狂追到底 不管对方是否对自己心动或有意思 在第二期节目中 进行了一对一和多对多的约会 经过男女双方互选礼物的形式进行 好巧不巧 那几个乱顿的CP又分到了一起 彭高和孙乐妍 初见面的时候网友磕疯了 但是自从彭高见了翁清雅 就一情别恋了 孙乐妍还是对彭高有意思 第一轮约会后 孙乐妍直球 直接和彭高说开了 两人基本无可能 而翁清雅则抽到了和TOMO约会 这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了 因为翁清雅的心在奥斯卡那里 虽然全程都和TOMO保持了很好的氛围 但是可以看出是好朋友的感觉 甚至都聊到了骨灰的话题 哪的情侣会聊着的 也是超出了小编的认知 因此翁清雅全当TOMO是朋友 但是TOMO却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正是她心仪的对象 一切就在两对三的约会中彻底幻灭了 两对三 女生是翁清雅和阮小咪 男生是TOMO奥斯卡和李定豪 翁清雅看到奥斯卡整个人多安静了 而且变得很矜持 观察室的嘉宾都看出来 她在奥斯卡面前是很拘谨紧张 而且是小心翼的 奥斯卡的一个动作 她都会非常的开心 在去玩卡丁车的环节 TOMO的幻想彻底幻灭了 卡丁车有单人的和双人的 因为奥斯卡的心思在孙乐延伸上 而且她看出了TOMO是喜欢翁清雅的 就在大家纠结要怎么做的时候 于是提出了自己做单人 这时候阮小咪和李定豪选择双人 翁清雅直接说她也做单人 TOMO彻底碎了 因为翁清雅不想让奥斯卡 误以为她和TOMO有过多的亲密动作 天呀 这是什么修罗场 所以快乐是那双人的 碎的是单人的三个人 而其他人 刘宇凡和赵木晨 米蝶和你与童则 按自己选择的单人约会 完成了第一次的约会 刘宇凡和赵木晨去玩了滑雪 另外两人则去做了手工 都是非常浪漫的项目 一天的约会过后 节目组再次让大家发送心动短信 这时候彭高对翁清雅的心思 都被女生发现了 甚至孙乐言和刘宇凡都开始助攻了 但是彭高的心动短信 确实出乎意料 但是非常的体面 彭高发给了孙乐言 并感谢他分享自己的趣事 希望未来各自都能找到那个期待 同时奥斯卡也给苏乐言发了短信 说是他是不是在公园被蚊子咬了 这时候的孙乐言要猛逼了 他有可能误以为奥斯卡的短信是彭高发的吧 天呀 其他人其中有三对都是双向奔赴 李定豪软小咪 米蝶尼宇童 刘宇凡赵木晨 而另外五个人还在极限拉扯 奥斯卡发给了孙乐言 孙乐言也发给了奥斯卡彭高 发给了孙乐言 翁清雅不出意外地继续发给奥斯卡 而TOMO依然坚持发给了翁清雅 这四个人真的太像偶像剧李女一女二 男一男二的戏码了 但是好在下一期就有新的女嘉宾加入了 而且还要换房 不知道那些已经成队的 以及这五个拉扯的是否还会继续坚持心中的那的人 且一起期待吧 心动的信号第七季的嘉宾各个背景雄厚 有身价上一开300多万豪车的 也有自己开潮牌店的女老板 还有才华斐然的设计师 甚至还有外国友人加入 男嘉宾彭高一出场就吸引了两位女嘉宾的关注 拔的头筹 甚至有网友拿他和第四季的马自家相对比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网友po出的和彭高相关的背景吧 万能的网友爆彭高背景 身高一米八八 985硕士 父母都是体制内 有退休金 不用担心养老问题 同时还能帮忙带孩子 彭高作为大厂的程序员 年薪上百万 所处的行业是互联网AI方向 潜力行业 前途无量 而且彭高的本科是中山大学 硕士是上海交大 这俩都是985和211名校 有知情网友透露 彭高在学教室没有黑料 成绩优异 深的导师和同学的喜爱 人缘很好 有网友查看了彭高的论文 表示水准很高 而且彭高的导师非常有名 业内口碑相当高 普通人望沉默吉 大家看了彭高的个人条件 纷纷表示这样的男生 有颜值 有身高 有学历 还有点文艺 再将这户找个A9家庭 不算难 当坠序可以少分都20年 只是坠序毕竟也要看个人意愿 虽然可以走捷径 但毕竟不够爷们 彭高既然上了炼宗 现在又爆火 他的路本就可以走得很宽 当坠序确实没必要 而且这小子情商还相当高 节目中 彭高问了与帆一句 我应该叹气吗 这句被很多人称赞是高智商 高情商问答 宇帆和彭高二人都是聪明人 彭高也知道宇帆和清雅关系好 所以这样问了一句 宇帆立刻懂了 指点了几句彭高 之后彭高就继续给乐言发短信了 但却让乐言看不懂了 第一期就莫名转向 三个人的play中 可能只有乐言这个小迷糊 现在其中看不明白了 果然 学霸过招真是神仙打架 最近 心动的信号第七季开播了 这档恋爱综艺节目一直备受关注 但这一季却因为嘉宾的豪门背景引发了不少争议 200万的劳力士手表 海归精英 985 211名校毕业生 这确定是来谈恋爱的 不是来参加顶级配置相亲大会的吗 当爱情遇上碎钻标签 你还心动吗 节目中 男嘉宾TOMO手腕上那快价值不菲的劳力士手表 成功抢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也让金钱二字在恋爱的天平上 狠狠地压了一头 支持者说 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有什么错 可是 当最好的一面是用金钱堆砌的时候 传递出的价值观真的没问题吗 爱情 难道只是有钱人的游戏 那些挤地铁 吃盒饭的普通人 就不配拥有爱情了吗 学历是恋爱的入场券 还是隐形贫困现 节目组似乎对嘉宾的学历背景有着迷之执着 985 211 海归 这些标签被反复提及 仿佛在说学历不够 恋爱免谈 可是 学历真的能代表一切吗 我那位大专毕业的朋友 善良 努力 专一 难道就因为学历 就背叛了爱情的无期徒刑 过于强调学历 只会让爱情变成一场冷冰冰的简历筛选 心动的童话 普通人演不出 豪华的约会场所 浪漫的烛光晚餐 偶像剧般的邂逅 心动的信号 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美好的爱情乌托邦 可是 这真的是我们普通人的爱情日常吗 看着节目里光鲜亮丽的男女嘉宾 再看看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 不少观众表示 代入感太低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别让恋爱综艺变成炫富现场 近年来 恋爱综艺层出不穷 但越来越多的节目 似乎都在金钱和标签的路上渐行渐远 难道 普通人的爱情 真的不值得被记录吗 真正打动人心的 永远是真实的情感 希望未来的恋爱综艺 能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真诚 让爱情回归本真 让普通人也能在屏幕前找到共鸣 那么最后小编想问 如果爱情需要用金钱和学历来衡量 你还会心动吗 对此 你怎么看 本文致力于传播正能量 不涉及任何违规内容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协商处理 盲选约会完 回到小屋大家聊完天回房间后 都在互相打探 孙乐言问软小咪玩得开心不 她表示和李定豪聊得挺开心的 孙乐言又问奥斯卡呢 小咪说自己没怎么和奥斯卡聊天 乐言又问奥斯卡和谁聊天 小咪说了清雅后 乐言感觉有点不是很开心 小咪接着打探 问乐言赵木城和刘宇凡回来状态怎样 开心吗 乐言居然问要说实话吗 软小咪表示说实话 乐言说赵木城是开心的 男嘉宾这边 李定豪问奥斯卡心动的女生在701还是702 问完又说这个可以说吗 奥斯卡说应该不可以 李定豪又问对他有没有更深的了解 奥斯卡说今天没有 那就表明今天没有怎么相处 所以他心动的不是清雅也不是小咪 最后发送信息 你嘉宾都收到了信息 男嘉宾这边彭高和TOMO都没收到信息 乐言收到彭高的短信面无表情 两个人是说开了 没可能了 彭高的短信也是白白做朋友的意思 就是一个结束 而奥斯卡发给乐言的信息 应该是没猜出来是谁发的 小咪收到了李定豪的信息 而小咪的信息也发给了他 感觉这两个有发展的苗头 刘宇凡和赵木城也有新进展 赵木城应该和他也会有发展可能 之前赵木城都是发给小咪的 你与彤收到了米蝶的短信 米蝶目前是对他比较有好感 青雅只收到TOMO的短信 看得出来TOMO想和青雅有更多互动 也想有回应 最后预告里 盲选约会后 解锁了新地图 来了一位新的珠海女嘉宾 女嘉宾和其中一位男嘉宾单独吃饭 但是不知道是谁 而新女嘉宾非常主动 一来就说你好眼熟 到底是这里有人她本来就认识 还是说和她吃饭的男嘉宾就是已经露脸的他们 其中彭高和奥斯卡笑得最夸张 是不是女嘉宾就是和他们其中一个吃了饭呢 之后女嘉宾们收到了换房信息 到底谁会换房呢 在没有能商量的情况下 男生会不会换房 会不会有人换到了自己想换的房间呢 女生应该不会换房间的感觉 你最可哪对CP呢 心动的信号宝藏兴趣攻略